蕭雅 早晨 各位觀眾午安 我今天做了一個題目 大家覺得有點奇怪 過去那三個月 我覺得有一股多大的力量 我在美國和加拿大都碰到一股力量 他們不是反對香港議會 而想辦法破壞香港議會的普選 兩件事 反對不是問題 每個人都有自由 可以反對 可以不支持 或者先看清楚 這些全部都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有一批人就直接在後面 直接在做工作 直接在破壞 而且有時候他不是自己出來說 就是用別人的口來說 造成我們覺得 這幾個月都在看這件事 我就很冷靜 我又不急 是吧 所以整件事我照樣進行 照樣搞軟件 照樣去找 照樣進步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我們應該跟觀眾解釋一下的 因為很多支持香港議會的人都搞得不太清楚 包括我們自己籌委會的人都以為 他以為這幫人只不過是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我們應該跟他們一起努力來對付中共 但是這批人 這批人破壞的目的不是這樣 他有他們自己的目的 小夏一會兒會看看他們 小夏會看這些東西 比我心得很多 但是我所看到的 因為最近呢 聯合國有一個人權協會 說抗議 向香港抗議 說那個通緝令和那個100萬那個呢 原本8個人 突然之間就給了7個人 那我就明白了 就是有人跟聯合國那個人權議會談的時候呢 就故意就拿我擺開了 那都不是問題 我又不是求他們 我又不是求人權 聯合國人權組織來支持我 但是很明顯的那7個人呢 就要求著聯合國出面跟香港談 希望可以做到有突赦他們 而且呢 我都聽了很多次 他們追求著香港政府和共產黨 突赦現在坐牢的那些人 現在拘留的47人也好 香港就等著審判的 原來他們追求著特赦 而且他們說得很客氣 希望呢 和香港政府可以大家配合 那這件事情呢 就跟我們走的路線呢 就真的不一樣了 因為呢 實際上我們過去看20多年也好 20年 回歸之後 包括20多年前的再去多10年呢 從80年代談中英聯合國開始的時候呢 就已經知道中國呢 就是一直都要操控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一出來呢 那個立場都很簡單 就根本和中共是沒有得談的 你說我沒有能力也好 什麼都好 我們呢 要求人民自覺自決 這個就是我們在這裡 小夏和我在這方面 香港議會這方面給了很多意見我們 我覺得很厲害 說到最後 唯一 就是願不願意自治呢 是香港人民自己的事 是不是 不是說共產黨 香港的英國人那些全部都是假的 唯一真理就是人民覺得他們應該的話呢 他們就應該投票 應該選人出來 然後他們最後成功失敗 全部都是靠香港人 那這個就是我的宗旨來的 如果說要跟共產黨談 又說要求英國 又要求這個 是不可能的 美國可能幫到手 但是搞到最後呢 都是要靠自己 自己就是經過一個民主 不是叫你拿張拿刀去 但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一個投票的 投票的做法 是很和平的 非常之和平 而且代價都不是很大 當然有很多人可以拿東西 形容到 又說拿了身份證 實出 我做了這麼多年 為什麼這件事拖了這麼久呢 就是在搞一套很安全的東西 我現在在台灣又是來做這件事 專門是為這件事 沒有停過 完全沒有停過 所以我就說大家要講清楚 有一批人在搞破壞 破壞這個普選 和破壞香港議會的組合 那就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說大家的意見不一樣 現在或者兄弟爬山 割走割走 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如果是這樣 那些人我就沒有問題 好像劉武雄那些 我一點問題都沒有 他一定要堅持一國兩制 你這個老實是有 你自己堅持你堅持 但是你不要拉我下水 不要在後面破壞我們這個普選 和我們這個議會這件事 就是有些人的立場很正宗 很公開 但是另外有一批人就很隱蔽的 在那裏做一些破壞 又找這個來講那個來講之類的東西 那就很大的問題 那批人 我今天就說出來 他們追求的是一國兩制2.0版 還有他們要求希望香港政府也好 中共政府也好 就突赦了那批所謂在坐牢的人 而且很多人想著回不了香港 希望在突赦的情況之下 他們可以回到去 過去那三個月我就拿這件事看清楚 所以才可以走出來就說給觀眾聽 拿個問題說給觀眾聽 我這些不敢隨隨便便說的 說了之後要負責任的 那小夏呢 兩件事 她播去 我們有一次有個峰會在華盛頓開 接著有個世界香港論壇 又在多郎都開 小夏都在在場 所以她就有她的看法 我一向都尊重別人自己的不同的看法 大家不同 我先拿我自己的看法講出來 我就沒有什麼迴避 就是這樣 所以小夏 當時我從來不會制止小夏 不跟誰講話 不跟誰聊天 不跟誰做事 這些是大家自由來的 小夏都從來不制止我 我也不制止她 所以大家合作才可以愉快 互相尊重的 所以我跟小夏 當然我跟她的意見 很多時候都不一樣 這些完全是正常的 如果是一樣就有問題的了 好嗎 小夏 都不想說了一大論 你說一說 基本上是反之六十一樣的 甚至是反之四十都好 我們那條大路就是自由啊 追求自由 民主這些是絕對一樣的 國度不一樣 我是美國人來的 我是大陸出來的美國人 我不是香港人來的 明白 雖然是講白話 但是很不同的環境 就是國度肯定不一樣啦 就是做事情的方法也很不一樣 我很習慣民主制度 就是這幾天都是 每天走去拉票啊 投票 我們州已經 很緊張啊 這幾天是吧 是啊 哪個住在Virginia 記住啊 11月7號 現在early voting 就是開始在投票的了 這次我們要拿下這個參眾兩院了 州的參眾兩院對於我們州長未來的agenda 就是特別是改造學校啊 很重要的 那天你帶我去那個籌款會那個人 我在電視那裡什麼訪問他啊 就是FOX訪問他 我看到啊 我知道 現在每個人都很多訪問的啦 不是 每個人講到很樂觀啊 好像有些信心啊 是的 你說是那個 我們第一次去那個 第一次去那個 那個就是Sagura 是的 是 是 他現在很接近 不知道哪個贏了 幾什麼 因為他的對手是CIA出來的 有幾個 這些就另外講了 剛好講回你 對著你講那裡 我看這些問題的觀念 我覺得第一呢 很多人在投票是不清楚的 就是對於這個政權的不清楚 你說 講回一國兩制而怎麼來 一國兩制出了問題 上次出過問題的啦 人要接受教訓的啦 上次為什麼變成一國一制 現在的一國一制 關鍵在哪裡呢 關鍵是權力不在你手上 一國兩制這個制度是沒有一個法律體系來保障的 香港又沒有軍隊 又沒有真的選舉權 你最後呢 你要有一個國際條約 講死法律 誰不適合去告誰 共產黨現在早就已經講了 那個是歷史啊 就是那個一國兩制是歷史版本來的啦 那我明明沒有一國兩制 你還要想2.0 那叫做好愚蠢 自己發夢 現在呢 不是 現在還是一國兩制 相對來說香港 貨幣啊 貨幣啊 護照啊什麼東西都是不一樣的 但是呢 現在整個趨勢是走向一國一制嘛 是 走向一國一制什麼時候是完成的標誌呢 我們說 封網那時候就是完成的標誌了 嗯 現在還沒有 雖然是一國兩制 還有些殘餘在這裡的 但是呢 法律上就已經沒有了 所以你已經整個走的方向 那你要回到一國兩制2.0 就是在共產黨現在對香港掌握的權力 大過以前那麼多 你的2.0版是你的自由多過以前呢 還是少過以前 我就認同呢 哪一條 你說啊 以前呢 我的一國兩制回到香港現在保持著 我們的貨幣啊 那些護照啊 那些不變 但是呢 我就認同你毀了我的法制了 你是不是這句說一國兩制2.0版呢 或者你說我自由要多過以前 那就發夢 所以呢 這個本身呢 在這個邏差上就行空的 就等於是一個你自己說自己癡人說夢 一個呢 就是你自己認同今天香港的現狀 無論哪一條呢 我覺得Elma 很多香港人都不肯接受 是吧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你講到說大卸 什麼叫大卸 你如果呼籲大卸 你的前提是認罪 認罪是不能卸的啊 關鍵是現在這些人 我們以為沒有罪的啊 所以你要大卸 通緝你們八個人吧 他可能想著 那七個人如果把自己的名字放在那裡說要大卸 那他就認為是啦 他是認罪了 所以你卸了我啦 那他們把你的名字拿出來 可能認為你不去認罪而已 我覺得這個邏差又很簡單的 大卸的前提就是認罪 你當然 你哪一人都卸的 不是卸什麼都不是沒有卸的 是啊 所以我當然是想著你站著不肯認罪啦 那他們肯認罪呢 認罪就卸了回去啦 這樣 不是沒有 哪來大卸啊 你不認罪哪有大卸啊 所以他們想著就是 就是 就是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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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自己被人大卸呢 就說 好啦 我們以往不救啦 沒有說你以往對的啊 現在你們在說你以往是對的啊 你沒有理由通緝我 他們就說 哎呀 共產黨以往不救 這個大卸做不做到呢 做得到的 你認罪就行了 但是不認罪 即是他們 共產黨都要找個台階落的嘛 那如果通緝著那些人呢 你不肯認罪呢 那他們沒有台階嘛 那這個大卸的說法呢 就是給了共產黨台階啦 大卸和放人是兩回事 我只講大陸這邊 魏京生他們 魏京生不是大卸出來的 魏京生是保外就醫出來的嘛 王德是保外就醫 病了 放你出來 國際上跟他們談啦 那共產黨補充 如果你叫我採訪 你問吧 魏京生那天過來 你自己問吧 我找他們過來吃飯 你說 如果當時要你認罪 他卸臉你 你認不認啊 他肯定不認啊嘛 所以呢 現在這些人呢 即是從這個做法 講法呢 就是說明他們準備好認罪呢 就準備好大卸了 那將你拿出來的都是應該的 因為我徵求你的意見 所以我不覺得是一個 雖然這樣做是一些 拿出來我沒有問題的 我完全沒有問題 我不求不求的 一向都 你知道的啦 雖然他們這樣做 有點小人 真的小人 就是說 起碼他們應該徵求你的意見 說你認不認罪 認罪我放在一起 那如果自己偷偷走去聯合國七的名字 以為是大卸呢 那有些做人就真是很地道 老實說 就是如果不讓我做人 我不會這樣做啦 我覺得這樣做人是人品 有問題啦 是不是呢 但是呢 我都可以理解 他們打算問你是白問 因為他們 他們認罪就認罪了 不是什麼問題的而已 那大家認罪都是大家自由的而已 對於我來說 你問我呢 我覺得有否做錯 認什麼罪呢 那 認罪何來大赦 所以 黎智英他們應該出來 都不是 你說特赦 他們還是沒有赦你的罪的 黎智英最多 如果要救他們出來 老人 這樣保外就醫 到國外就醫 那是一回事 這個是兩回事來的 可能 有時我就經常都 我有時會看見這些 我會想 是不是那些人完全沒有知識 不知道是什麼回事呢 想一下 教育程度又不錯 不知道是蠢成這樣 所以呢 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們要認罪 另外 你說到最近 就是說 他們很多這些做法 我知道是針對這些做法 我看的是怎麼樣呢 因為我怎麼說 我就沒有一個背景出來 我就很熟悉中國統戰部的做法的 就是說 跟大陸有得對話 有得談 那 共產黨 共產黨 共產黨只要到了哥爾巴喬夫那種人 他才會心裡覺得 大家有得談 是真的有得談的 習近平那些人跟你談 他兩個打算 第一個 你要全服他 那麼他就跟你談 是跟你在哪裏落命令 你服從到什麼地步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破壞你們外邊的那些社會運動 這種真是 老實說 對於中國在民運中經歷了很多那些人來的 是小兒科來的 包括那些運動還沒有經歷過呢 他們有時候就覺得有些關注就很 哇 有外國人提到我覺得很得意的 另外呢 有時候覺得有人竟然跟我們談 都覺得很受寵 若驚 我都理解的 嗯嗯 就是這樣說 我一輩子人大起大落 這些全部都見過了 全部都見過了 所以又不用太放在心上 因為他們不代表多數香港人 他們自己要大卸 中共都是想過的 如果卸了你們這幫人 香港的事情平息一些 民意的 大家皆大歡喜 這樣也都會的 所以他們就會成了中共去管治香港的旗子 就是你覺得中共都有一些這樣的意思 要他們 要推他們去那個所謂和解的方向 這個不是和解來的 這個是大卸就是說 好了好了 我認頭了 以後不再 以後保證今後不再犯 就是你看到大陸那些語言 你知道他們那套語言系統 對中共都是一個解決的方案 這個是對中共現在搞成這樣 經濟也是這樣 這麼多人 這次李克強死的時候 語臨大敵搞成這樣 中共都不想香港再起火了 所以這個是它下台階的辦法來的 很多人就覺得自己以後有自由回香港可以做些什麼呢 那就給一個台階中共落下 雙方有好處 所以所謂談 我估計就是這樣談 那我已經沒得談那些 就屬於回不去了 明白 我當然沒得談 但是那七個人呢 他們都是可以 我猜他們是有得談的 因為他們的立場 他們沒有支持過港島 也沒有支持過香港議會 所以它變成了 它就可以跟它談那時候 對象 統戰部會這樣的 統戰部報告 我們看歷史報告就知道了 他們很快 那些是共產黨的專業工作來的 他們會馬上去identify 誰可以談到誰 誰可以統戰到什麼 他們會看了很多的 歷史上是怎麼樣的 他們相當準確的估計 你這個人的立場是怎麼樣的 好像我這些人呢 他就很簡單的了 這個人呢 沒有得救 雖然我的立場不是 人家很激的時候 我不會很激 人家不激的時候 還是這樣 所以立場比較一致 他們就知道沒得談算數的 就不談了 其實反而很多人的立場很激的 就可以談 一時激就知道 頭腦發熱 跟著後悔 就是那類的 共產黨很知道的 共產黨做了這麼多 就是一百年的統戰工作 它比你厲害 它和你的朋友 親戚朋友全部都經過了 對你一個人的估計是非常準確的 是啊 是啊 就是每一個人呢 很多香港這些年輕人 我和你談了一下 有個大問題呢 就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 啊 經常覺得我真的 以前做過嘛 又做過嘛 又見過哪些人 那些水過鴨輩的東西來的 人生的東西水過鴨輩來的 就是人生中 財富的所謂 你真是 政治旗子有財富呢 就是無外乎是這樣 就是 真是金錢財富 就像你們那些金錢財富一樣 那還有呢 就是人的知識財富 你知道什麼回事 到什麼時候呢 你知道這個事情 怎樣去行 怎樣去做 你應該怎樣去做 那些呢 那個很難對付的 中共也都知道 每次什麼棋 我知道下面怎麼走 這樣了 所以我看到 我看到這些 走棋 亂了 方寸的那些 小雅 講回 講回又講 郭台銘 這次呢 都很精彩 郭台銘 就是台灣算是首富的了 那你怎麼看這個 這次這兩個在這裡較敬的問題 你看郭台銘 我沒有看得很多 因為我們現在美國 他就叫郭台銘呢 實際叫他退選了 基本上叫他退選 中共叫他退選 然後查了他所有大陸的東西 搞到他就很大件事 就是威脅他 那些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了 但是現在還在那裡教勁了 現在還在那裡 郭台銘不肯服 郭台銘老實說都算是 那麽大半年紀 都有些面子有地位 就是有地位 他那個感覺 他的感覺他以為呢 他的生意是他帶去給大陸的 不是大陸給他的 這個就很大問題了 很值得說的 我那些小人物就無謂在談 但是郭台銘村是大人物 最後呢 有時候人那些 怎麽說呢 有時候人是真的很過人 但是你那麽大老闆在那裡 那些員工過去見你這個種 那個種 那麽如何對你那麽 你人那種自我 很容易是 很容易擴張到自己不知道自己姓什麽的 這些事件是這樣的 就是他 票票完了 最少於那些 共產黨的小小的幹部 現在你看一下那些人的回憶錄 或者看回那些什麽的 共產黨 你說大老闆 共產黨派給人說 我是那裡的組長 聊幾句 我代表組織 你都不知道會出什麽問題 就是 經歷過那些人就知道了 就是他是那種國家權威 國家權威過來的時候 你私人很難撐的 很明顯的了 你看看 我看這次 就是台銘那個 就是很大證明了 馬雲那些 個個都 個個都靚的東西了 以為自己很棒 馬雲的呢 都是明白人來的 馬雲的錢都轉了很多出來 終於自己幾世都用不完那些 所以馬雲的做法 你就明白了 他就知道中國的錢不是他的 他偷了多少出來 轉了多少出來 轉了出來才算 那些是他的 那些是他的 其實現在呢 到了美國這邊 很多人說 拜登這樣做的 那些也不是我的 那些人都很害怕的 現在很多人真的是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慢慢說 但是 我們現在真的 面臨世界很大的變化 很大的變化 其中呢 包括現在紐約 紐約法庭 現在很可能要發 特朗普250萬 2億5千萬美金 那麽呢 就等於要沒收拍賣的那些公司 那些什麼 就是就是為了這樣 就是這種 就是這個開了什麼 很恐怖的一個先禍 就是 跟共產黨對國台銘一模一樣 差不多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就為了政治目的 去沒收個人財產 所以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全部都會去上去 上去 那特朗普一天 都會去聽證 去過審 去過審 這個是他的 真是一輩子的心血來的 就是這種事情 我看到 我就真的覺得 這是共產 整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在那裡侵蝕了美國 所以 政治迫害 政治迫害的很厲害 那 那 這套東西 共產黨的運用 真的是 運用的手法純熟的了 它第一 共產黨逼你 個個都要犯過法的 這些是傷人的 偷稅 漏稅 什麼 是不是都會這樣逼你的 它要逼到你 就是 到時候 選擇性執法 喜歡 做誰做誰 所以 郭台銘那些 就 共產黨手 美國的三反五反 是啊 全部都是 這個世界真的很大變化 所以現在 想都想不到 做法務都想不到 大陸發生的事情 上海發生的事情 會來到紐約 是啊 大家想都想不到 所以 所以現在 很多事情 真的很多事情 對我們說 顛覆了我們 對很多事情的認識 我看這次 我們州選舉的時候 他們做了多少 美國現在最後 只有一度保護的 就是州權 真的 你看看 這麼多 不知道多少恐怖分子 進來 那裡是大件事 它隨時有人吹雞 動手 這次我告訴你 這麼多人出來遊行 全世界這麼多人出來遊行 支持 包括支持那幫哈馬斯 就很明顯是有組織的 沒有可能的 不約而同的 哈馬斯叫 這個是什麼日 那個什麼日 他就出來遊行 但是 因為昨天我的猶太朋友 在那裡 他們過來 昨天我們一路 一路談了很多 就說 真是 他們猶太人現在發現 下一代全部被人侵集了 現在 那些猶太老闆 來的 每個人都在想 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會怎樣 他們相對還說 樂觀些 他們是猶太老闆 我包括你們 下面找人 全部看清楚 那幫猶太老闆 醒覺遲了 真的醒覺遲了 好了 百分之八九十的錢 都給了民主黨 那 這個就是捐款的問題 還有就是 他們一直都想著 中國還是有很多前途 還有很多世界 今天我有一篇文章 我都想去的 我放了去給公眾的 就叫 《沒有嬰兒的世界》 那個文章寫得真是很有意思 就是它從人口學角度過 現在 真是大件事 這個真是大件事 日本、新加坡、香港 全部都是真是 那些嬰兒那種減負 就是那些人不肯生的 真是很大件事 這筆文章挺值得看的 就是我 告訴了給公眾 大家有機會看一下 可以傳播一下 就是從哲學上講 這個世界 對下一代 因為這次我們見到 這麼多支持哈馬斯的遊行 我那天就講兩個 第一個是年輕人多 我們也知道 第二個是女性多 那些女人 就是你看遊行隊 那些女人多過男人很多 是啊 就是你看到現在 就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女人不肯生小孩子 就是婦女解放 現在要看回婦女解放運動 那些所有的問題 婦女解放運動之後 婦女走出家庭 在家庭 就是社會上工作 那你其實用所有的競爭 那些標準 都是男性標準 來的 我要生意上去成功 看上升去成功 但最後呢 你有一個代價 就是婦女 一不就不生小孩子 一不就生小孩子 或者少生小孩子 跟著生小孩子 就不理小孩子 那些小孩子 交給學校 那些左派 把學校搞到 我們亞裔家長很大的問題 每天都說 乖乖乖乖乖 回去學校聽老師 學校成績好 誰知道老師 就全部洗掉你的腦 到現在 不救都沒得救 結果你現在發覺 年輕那一代就很幸福 真的年輕那一代 就是整個生育能力 急速下降 生了 不結婚 現在年輕人 甚至我已經推過很多這些文章上去的了 結果整個人類 人類這樣整個幾代人就完結了 所以見到 變成全部那些青春教的人生 他們生了 他們一旦父子又不生 同樣不生 父女一解放又不生 所以現在很多 我想做一系列節目 重新去審視一些 我們認為很正確 完全沒有問題的觀念 好像婦女解放 這樣的觀念 好像婦女解放 有六個 人類貢獻 但是好像環境 怎麼保護環境 怎麼看這些事情 怎麼看很多 包括一些政治問題 怎麼看今天的民主制度 怎麼看專制 怎麼重力 為什麼人類 現在整個人類社會 在那裡往專制走 而不是往民主走 是什麼回事 我們想做很多節目 認清楚 現在就算昨天發了 他們那裡的組織發了民主報 世界上多數的民主國家 走回頭路 到底是什麼回事 其實所有這些問題 都是有關聯的 總之我是起碼 民主有民主的隱憂 現在民主搞出來一套東西 是有隱憂的 但是沒有人正視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是 這個問題是 透過曼美國 當時講過 它是一個民主制度 當這個制度 可以用100分 投票去剝奪人家的財產的時候 它說這個民主制度就死了 現在福利國家其實就是這樣 多數人在這裡投票 二百多年前已經看到這個問題 是啊 當時美國的國父說 民主是不得不有的選擇 因為其他選擇領導的國家領域沒有合法性 你選吧 你做的 我做的以前也是打出來的 一個國王一仗打下來 是不是我們 沒有合法性 所以一定要有民主 好像現在中共說統治香港 你有什麼合法性 所以有民主的合法性 但是民主的同時一定有法制 法律制度就是保護個人 民主是保護一個國家 就是樹立的國國的政權的合法性 但是真正的政權 真正對社會 現代社會的保護是發展的 所以我現在就在看香港的事情 香港原來真的大家都覺得很自由 你說你是想著中共干預之前 香港那種自由法呢 更自由於美國就是很多東西 是不是 聚收又低又自由 但是它沒有民主 事情怎麼看 很多西方 現在一直的人都有在爭論 最近都是爭論著 新加坡 新加坡其實不是沒有民主的 就是沒有美國式這麼徹底的民主 但是這個民主和自由 和法治這些整個平衡關係是什麼 現在很多 深入一些討論 這些討論學校做 很多人已經在學校做的 學校全部做不到 現在阻止大家不敢說 有些組織私下有很多文章在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是不是已經打破了民主制度 原來我們國父設立了一個很完美的平衡 我覺得是的 就是這個平衡已經打破了 所以現在民主制度本身受到很大的挑戰 香港那裡 現在的人說 剛剛你說的一國兩制2.0那些 那些是另外一個極端來的 那些是承認一個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專制制度 在那個條件之下你再想做 因為那個專制制度是已經證明失敗的 大家不要搞混了 這些事情 嗯 現在幾亂了 幾方面的 各有各有各的問題 頭腦要很清楚 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裡就有 有時討論民主專制的問題 很多人就對中共政權的實質 又缺取形式 他們 如果不是他們有 西方很多創者 他們專制是專制 他們閉飽這麼多人 對不對 那這個不是沒有道理的 解決了十幾億人民的食飯問題 中共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但是這個問題是誰解決的 到底是怎樣 原來的問題是誰做食的 你不能夠橫切面來看 你一定要是歷史性來看的 所以現在真的是大家 大家是要讀書的時代 我真的是專門去找一些 有讀者就提意見 你做這麼長的文章 這麼多東西 我們聽兩分鐘就沒有內心 我是覺得沒有內心 沒有那個attention span attention span attention span 沒有內心短 其實是我這個很根本的問題 就是這個很浮躁的社會 大家不是坐著 你想清楚 很多問題要想清楚 我現在呢 我就專門就是選那些 口號式的文章 我專門要選一些 大家可以有一些 想的文章啊 講法啊 因為這個 講得嚴肅一點 真是我們文明 再不能夠存在 人類作為物種 能不能夠存在的問題 小黑 我們的觀眾 沒有這樣的基礎 你要明白 你現在講的東西 要有很多基礎的 不是的 不是真的 小時候有接受教育 這樣那樣的基礎 如果不是聽都沒有聽明白 嗯 有時候不是 你不是聽不聽 有時候你還沒開始 我就希望呢 我能做一些事情 大家開始去想 如果不開車去想 你永遠不想的 那 你想想美國當日 美國當日真的 好幾 只有幾個人在想的 講那個憲法 幾十 幾百個人在想 是的 只有幾十個人 你想想這麼大的地方 這麼大的國家 只有幾十個人在想 其他人是跟的 沒有辦法的 當時七八八萬人 跟香港現在差不多 所以所有這些事情 我都希望我們聽眾 你說多又多 還少 多又是不多 我都希望中間有一批人 可以 就是我知道 我很多 現在我真的覆不及 有自己那些 有很多人 想得很深 就是我都幾感激大家 另外還有人說 你那些廣東話 下載不到 現在廣東話 普通話全部可以下載到 除了上邊聽 下載之後可以全閱的 我知道很多人 不一定要別人訂閱 但是我現在開放到盡量 你如果訂閱一些朋友 可以全閱 那我就希望 特別是 就是怎麼說呢 有些思想者 大家去想想一些共同 應該想的問題 那我就想著 Alma 你又不用管他大社 包不包括你的 你反正不懂 都和我無關 我只不過 我都搞得莫名其妙 為什麼這麼多人反對 為什麼有人這麼多 在後面做很多工作 我都搞得莫名其妙 我就不敢不出聲 我的東西可以忍 又沒有什麼大不了 反正我們都有很多事情做 沒有空理這些事情 但是我現在就開始明白了 原來他們亂來一套思維的 你又完全不怪他們 因為老老實實說 你對付共產黨 你將來是不是 就是你說 永遠不回香港 這個是一個很痛苦的決定 是吧 所以他們又要想想 終於希望可以回家 那你共產黨又不會消失的 又不會突然消失的 那他們怎麼想呢 他們就在想著 在那裡想著 我也理解 我不會 而且是特別 很多人 你這樣走 不歸路 香港議會 但是你就算支持一下 共產黨不會原諒的 這件事情 共產黨不會原諒 這個是直接挑戰它的合法性 但是你以前叫那些口號 出過街 去什麼 那些它都可以原諒的 是 它都可以說 可以不顧 但是你直接挑戰一個政權本身的合法性 我們就覺得他們很難去說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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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大家同不同的就算了 或者我們不理你了 你就回來 當過去一陣風吹了 所以以前中共對付反革命 我們很多人都會這樣 我會說 六四之後 特系把人出外來反中共 很多人都很激 我不是很激怒的 大家也知道我當時最惠國待遇 我的態度很簡單 我就不希望懲罰中國人民 所以每個人都說是親共 我不是的 我的立場不會轉來轉去的 到後來 基本上所有 包括很多六四學生領袖 全部寫了保證書回去大陸去做生意 去發財 全部回去的 是我這些被人說你不夠反共 那我又沒有停過的 我一直是 真的 我都不是很清楚 有多少人簽了保證書的 簽了保證書的 不是多少 每個都有 真的嗎? 是他的要求 所以我回去幾次 不用保證書的 很簡單的 我是代表美國勞工回去的 是這個項目來的 不回去的時候 你自己在外交上去談 我去了美國之音就回不了 當時我代表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說 美國的工作 有些雖然是小人物 但是你的工作在關鍵地位的時候 你就做了很多事情 勞工是民主黨很大的基礎 我去國會鬼殺這麼吵 兩黨我都可以談到的 我又沒有什麼大節沒有什麼個人利益的 但是共和黨還有很多朋友 民主黨還有很多朋友 而且勞聯產聯的背景那裡 那你當然可以鬼殺這麼吵 我又不會鬼殺這麼吵 老實講 但是如果弄到我的頭上來 我當然會吵 所以小夏 現在在搞鬼 我們香港議會那些人 實際就是追求的就是那種這樣的 給他簽個紙給他回去 是 差不多 是不是 實際在追求這個 是的 很多人是不簽的 不肯回去嘛 所以你看一下現在很多人都回不了去的那些 就是那些民運燈子 回不了去的那些就沒有簽了 胡平他回不了他嘛 他不理的嘛 但是黃君濤啊 胡平啊 魏京生 他們一堆都黃丹他們 就是家人死了都不給他們的 哦 那幾個就是沒有簽的 他們不會的 他們都不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很多 和黃丹他們一起 李綠他們快去做生意做到 哇 發得不清不楚的那些 江山水喜 是的 改了名字 快去做生意 所以那些人就是這樣的人來的嘛 不一樣的 共產黨知道的 共產黨看得很盡的 有些人 現在整些人說 你當初如果跟著我的 就是共產黨也都有想收買回來的 真風生水喜可以做到 那些不一樣都是窮困撩倒 沒有錢的 那怎麼辦呢 那大家為了信念的 明白明白 現在開始明白 我們以前只是衝在前面 沒有看看以前歷史上發生了些什麼 那很明顯的 現在是有一批香港人 是在追求這件事情 希望有數講 就可以回得到家 那這個都不出奇的 不出奇的 共產黨不蠢的 整個統治部很有經驗的 你想跟他們談有得談的 我們想跟他們談都有得談的 我們不是沒有找過的 是不是呢 有得談的 但是現在你不放棄跟他們談 有有有有 有信息過來的 不過我就沒有理會 我亦都不是說不理性 但是有些原則的事情 我會很堅持 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是一些 唉 有些 其實很多人 講回香港人 他們真的沒有政治經驗 又不懂 有牙策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牙策 以為他懂事 最慘 你不懂事他懂事 但是他們真的 完全不知道怎樣對付共產黨的 完全不知道 覺得自己比你厲害 比你無數的厲害 我都不知道怎麼對付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所以 不用管了 我就覺得這些 一路自己按自己的想法做下去 好 今天短短的講到這裏 我和小夏還有些事情談 好啊 好啊 就今晚早晚我們講到這裏 今天是星期幾日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日之見 好啊 多謝大家 拜拜 好啊